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弟 你别动 你别动 太帅了 你太酷了 大哥 我再帅 也是给你打的耳朵 行了 我 大哥 你这有点忐忑 大哥 岂止是忐忑 我是非常的忐忑 兄弟 你说从小到大 我就是杨献一下岗工人 我 我什么时候参加过这么大场面的 什么生意 我没参加过这种贵 哥呀 我以为你是刀架到脖子上的 稳如泰山的人 看来你也切串啊 别说得那么玄了 唐勇啊 哥琢磨来琢磨去 我怎么就觉得像是一场梦呢 这不是一场梦 这对你来说就是个神话 你想想 一个负债累累的下岗工人 转眼间变成企业家 变成商业小巨头 这不是神话是什么呀 管他是什么呢 先参加会计再说 上车 上车 我让你准备的礼品都准备好了吧 我让你准备的礼品都准备好了吧 自己把礼品都放到车里了 我老爷子怎么怎么样了 昨天晚上又闹了 保健医给他吃了点安眠药 还睡着呢 我听说曹总要回来了 好 下周吧 可能是因为你的事 我的事 什么事 你很怕曹总吗 没有啊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都挺怕他的 我倒觉得他挺可爱的 那要看为什么了 曹总一生最痛恨欺骗他的人 行吗 你这话是有所指的 骆经理 您误会了 我们只是闲谈 如果您这么敏感的话 以后说话我可要背上负担了 你就是开个玩笑啊 这位是兄弟服装公司总经理罗胜 各位同仁 下面我隆重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兄弟服装公司总经理罗胜 这位是副总经理唐勇 久仰久仰了 谷老板对罗总的为人 一向是战商有欠 罗正出入伤害 对经商一窍不通 全凭谷老板扶持了 这位是副总经理唐勇 都不要客气了 大哥 我就够给你面子 大哥竟碰上跪着 碰烂也碰见不少 各位来宾 各位同仁 锦城企业家第三十二届联谊会 欢迎各位光临 各位啊 都是锦城的商业精英 多年来啊 为锦城经济的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商人 建立妄议 这是当今社会上许多人 对我们商人的看法 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 但也不无道理 我们联合的宗旨 那就是要联合锦城的商业同仁 成性的经商 信义为本 做到立国 立民 立己 把我们锦城的经济啊 做大 做啥 下面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和 兄弟服装公司 罗盛总经理之间的故事 有请 罗盛总经理 也就是我们的罗总 以他的执着 和质朴的为人 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头 将一个小小的扶创作法 迅速地找人 有什么 咱们记得 最大的 服装加工企业 为了表彰他的成绩啊 我有一个提议 将本年度 咱们锦城最具活力企业家的称号 颁发给他 大家同意不同意 好 好 下面就请 吴老板 我该怎么介绍你 我自己 大家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锦城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我叫罗宇 我们公司刚刚到锦城来发展 以后还希望各位同仁 各位前辈 多多提携 多多关照 为了庆祝今天的盛会 我们公司用昆仑山的白玉 特使了一批皮修玉剑 在座的贵宾 美人一见 略秒存心 我们下场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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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是新入住本城的客商 那就请 动作吧 好 下面 请大家尽餐 大哥 这怎么回事啊 你说他是不是踩着狗屎了他 孤要知道他是这个样子 孤会为他高兴 会不会觉得很意外 想知道这家锦城贸易公司的背景 它是政大集团贸易总公司的子公司 舅 你是说是曹总那公司 曹总怎么跟他熟 这没什么奇怪的 罗宇是个经商奇才 也许是应聘去的 大哥 你看他那种样子 太嘚瑟了 我真受不了了 好好好 好好好 咱们回头去吧 顾顾有味 好好好 来 老鱼 真为你高兴啊 谢谢 给姑打个电话吧 姑找你找的 很苦 我会给他打的 罗家人里边也就他有点人情味 罗家所有的人都盼着您好呢 你们罗家人的好意我算是领教过了 你啊 还是没变 我不会变 我只不过现在更坚定了 通过这些事 我算彻底明白了 什么亲情感情爱情 全是扯淡 钱 是人最忠诚的网友 你就没想过 有些东西钱是买不来的 买不来的东西 都不是东西 我怎么就听说 那个叶小姐不是因为钱跟你走到一起 更不是为了钱跟你分开的对吗 博生 你是觉得我东山再起 你心里特别难受 所以说这话来刺激我的是吗 你要还这么想 有些道理你就走不通 刚戴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企业家的帽子呢 就开始教训人了 太着急了 我做生意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我走的是阳关大道 那些扮猪吃老虎的招我学不来 太阴险了 我办公司做生意不是为了跟谁交集 更不是为了总输赢 你赢不了我 你想赢也赢不了我 你可能情商比我高 戏比我演得好 但你的智商很厉害 倒不通了他了 那就不相为妄 好 大哥我跟你说啊 这事肯定有蹊跷 有什么蹊跷 你想想 曹总在旁城 罗宇怎么能认识他呢 这有什么奇怪的 曹总来锦城聘任一个经理 罗宇有经商经验又能干 怎么不可以呢 你以为天底下人都像你这么实在啊 我觉得这事吧 跟你这爹有关系 跟我爹有什么关系 我认识我爹的事他又不知道 他怎么不知道啊 咱们那个兄弟服装厂刊业那天 罗宇是不是来了 你爹也在 老爷子还咬他一口呢 行了唐勇 不该动的脑子别动了 赶紧给你丈母娘通报一声 就说罗宇有下落 你通行证就能拿到了啊 不是 哥我这跟你说这事呢 你这 谁啊 大白天叫魂啊 不会敲门哪找谁啊 王太太吧 谁让你们进来了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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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跟你说一声 这房子归我了 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 大白天说梦话啊你 我报警你信吗 看他欠条没有 晚好欠我一百五十万 这房子连同他那个修配厂 都归我了 你赶紧收拾收拾 一小时后我来清房 这房子是我的 跟他没有关系知道吗 你不是王太太吗 我马上就要跟他离婚了 你不还魅力呢吗 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 你不明白跟他没有关系 这是你们两口子事 我只认得欠条 我是做过婚前财产公正的 这房子属于我个人 懂了吗 那你拿证据来 这房子属于我 那你到工程出去九天啊 少他们跟他啰嗦 一小时以后咱过来收房 好 你赶紧收拾收拾 一小时以后我回来 收房 我还有这个妄疤 妄疤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明明就是在你们这买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我们已经请专家鉴定过了 这书 发票 是你们这的没错吧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鉴定书和发票是我们这的 但这枚戒指确实不是在这买的 您要是不放心 你这不就是一黑店吗 我明明在你这买的你不承认 我告诉你你信吗 女士您不要着急 我们已经再三合适过了 您确实在这买过戒指 但的确不是这枚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拿颗假戒指过来 糊弄你们敲诈你们啊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您的戒指是不是被人掉包了 好 来 罗宇啊 要真像你们说的那样 那真是太好了 我就觉得奇得怪了 俗话说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哎 罗宇呢 她是恶有善报 李华 你别这么想 姑呀 你别再听那个六亲不认的人说话了 她认不认我们 这没关系 她毕竟是罗家的血脉 哎呀 上次在法庭上她败诉了 什么都没了 样子怪可怜的 我和罗胜啊 嘴上没说 心里挺难受的 如果今天她真的有一份好工作 生活又安定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这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罗宇这个总经理当的 还是有点来路不明 行了 行了 她这个总经理来路明不明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把你的总经理当好就行了 吃苹果 行了 咱们啊都别提她了 只要她不再来害咱们 她就是当省长当市长 跟咱也没关系 嫂子 话是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吧 这个罗宇很有可能利用了大哥和老爷子的这层关系 老爷子 行了 行了 没影的事别瞎说 什么叫没影的事 你那爹是白剪的 罗胜啊 怎么回事啊 顾 这么回事 罗宇现在负责的这公司 是老爷子儿子的子公司 不可能 罗宇和老爷子他们相互根本就不认识 不认识不等于不知道啊 罗宇是什么人 他跟大哥完全不一样 他是个十足的生意人 给个缝就能下去 唐勇 他走他的路咱够咱的桥 他生活得好一点 有什么不好 是是是 你说的都对大哥 可我就是看不惯 他在你面前那副得意忘形 装得连自己性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非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你心里才高兴 行了 得到的这份工作 只要工作好 生活好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其实要想弄清楚这件事啊 也很简单 我去趟捧城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累不累 唐勇 没事找事 反正你跟姑子都属于好坏不分的活菩萨 小汤同志 你胆子太大了啊 你敢当着丈母娘的面 说她的坏话 不是 我 我没 不是 我没 姑 表妹给你找的这个上门女婿 你满不满意啊 我满不满意有什么用啊 要看他们俩合适不合适 你看看 姑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啊 这么开通 我跟你说 要是我儿子以后找对象啊 我要做半个主 老爷子 老爷子 你干嘛呀 老爷子 你不能出去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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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姐 王姐 老爷子 老爷子 你不能出去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曹总在国外 还没回来呢 秦 oux司机把车开过来 哈哈 过 您怎么来了 罗胜告诉我 说你在这儿工作了 我来看看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就是有点不放心你 上办公室坐会儿吧 好 王姐 咱这儿去哪儿啊 你就随便开吧 好 老爷子 这个圣 是一个人吧 爷啊 爷啊 他是谁啊 爷啊 爷啊 那罗宇呢 您的意思是说 罗宇不是你要找的儿子 那是哪儿啊 那是哪儿啊 喂 陈秘书 曹总回来了吗 曹总刚下飞机 您让他接电话吗 他正在洗澡 找他有什么地方 那我一会儿打过去 小致 这是你的办公室啊 坐坐 哎呀 太气派了 这比古老板和罗盛的办公室都气派啊 气派有什么用啊 我也是个打工仔啊 行 坐这儿 我听罗盛说了 这家公司实力相当雄厚 我倒觉得 比你那个什么洗浴中心 那有前途啊 要不说你就不明白呢 那洗浴中心是我自个儿的心血 我自己做老板 现在折腾光了 这个公司他再有前途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罗宇啊 你又错了 人呢 要吃一欠长一智 要学会做人 你看你 学历很高吧 比罗盛高吧 可是呢 罗盛多会做人了 人家做得多好 他做得好 那是因为你们帮他 你们打压我才成就了他 那你怎么不想想 为什么我们要帮他呢 他会演戏 他会装可怜 你们就劫富济贫了呗 什么叫劫富济贫啊 贫富拿金钱来衡量 那钱就像潮水 有涨潮的时候 有落潮的时候 骨肉亲情 那才是从你生伴随 到你死最重要的 好了好了好了 我知道反正我怎么做都不对 我怎么做我都不如罗盛 那大家就各走各走 反正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你过得好 孤心里就高兴 罗宇啊 你得千万千万地珍惜这份工作 行行行 你怎么就跟三岁小孩说话似的 你放心吧我都记着呢 你待会儿想吃点什么 我请吃饭去 吃饭不吃了 我在想 你啥时候有空 咱们聚一聚 你爸爸去世以后 罗家还没有一起好好聚一聚呢 你打住吧 你就别费劲了 我明白你的心思 你们都是亲兄弟 有什么事说不开的 坐在一起 把话聊开了 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 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我们永远走不到一起 曹总 是我 有什么急事吗 罗精灵和曹老先生的关系有些蹊跷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您能不能尽快来一趟锦城 我晚餐天搬单 好的 谁让你们搬单 叶主让我们搬单 你什么意思啊你强盗啊你 不告诉你别给我吵 你一家包还在楼上 跟他俩吵去啊 你心情 慢慢慢 说老瞎是行 王晏你这个.... 你这个混蛋 关系你这个臭小龙 慢 album 你把房子还给我 你把曾经还给我 什么缓的 你都是我的 什么都是我的东西 知不知之么 放开 那 mane 掌简房子 这些都是我的 放开 全都是 你都是我的 说动都是我的 王海 你这个王八蛋 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你了 好啊 你找罗宇去 我报警 我让警察来抓你 爸我 你现在就报 我们正常没听吃饭去药房 你报 你为我不干吗 放开 我让你报 我让你报 放开 放开 你 你这儿 爸爸罢了 放个屁野兔出人命了还不走快走 等我等完呢你 妈 你就别疯了 这围县就多少年了 买件新的拿了 就是带子断了 还能用 那你这挣了钱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 才过了几天好日子 就把杨县的生活给忘了 怎么会呢 妈 我打算买一双耐克运动鞋行吗 行了 买吧 多少钱 一千多 一千多 一双鞋要一千多 太贵了 不买 这还贵啊 我们同学都买它呢 同学买是同学的 妈不怪你这个毛病 我爸都是锦城有名的企业家了 我穿这出去多给我爸丢脸啊 丢什么脸啊 当年我和你爸下岗的时候 我们也没觉得自己丢脸啊 那你和我爸挣那么多钱都干嘛使啊 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比如资助阳县贫困山区的孩子 给锦城进老院的老人们捐款 你一双鞋就要一千多 那顶得上贫困山区一个孩子一年的学费了 妈 那你跟我爸真的要捐款呀 当然要捐了 怎么 你舍不得啊 哪有啊 那这样吧 我待会儿鞋不买了 这钱呢 就算我捐的了 怎么样 这还差不多 买还是要买 买上便宜的也行 谁呀 喂 我认识 滕翔我认识 医院 现在在哪个医院啊 好 好 我马上赶到 妈 怎么了 你要去哪儿啊 妈去趟医院 谁病了 滕香 滕香 滕香不就是我二叔 以前娶的那个女的吗 妈 这二叔你都不认 你去管她干吗 一句话妈跟你说不清楚 妈去去就回 那我跟你一起去 你好好在家待着 妈 你把电话拿上 说吧 怎么回事 这是 是曹老先生写的 他要找的儿子是这个人 不是罗鱼啊 家父不能讲话 单凭这一个字 你凭什么判断 感觉 你坐下 这些天我观察 老先生每次见到罗经理 情绪都很激动 见面就咬他或者挠他 罗经理看上去 跟老爷子也不亲 你 家父是一个病人 情绪和思维 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可以理解 可他一次次要往外跑 今天早上拿着这张纸条 分明是要去找这个人 你给罗经理打电话了吗 你先打吧 他正在路上 爸 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爸 我问您个事啊 这个字是您写的吗 这个字是您写的吗 你是要找这个人啊 罗宇不是你认的儿子吗 爸 听我跟你说啊 小刘 曹总怎么突然回来了 可能是因为家里的事吧 家里什么事啊 老爷子一大早起来 又嚷嚷着出去找人呢 找谁啊 他哪说得清楚啊 手里拿了张纸条 说是要找写在上面那个人 他不是写不了字吗 那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纸条上 歪歪扭扭写着一个圣字 圣 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的头部被人击伤了 现在还昏迷不醒 被人击伤 谁干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 是小区的工作人员和警察送过来的 医生 严重吧 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现在还不好说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是从他的手机里查到的 他的手机 对 您是他嫂子吧 手机里面显示的是嫂子 对了 他的住院押金还没有交 您能不能先去交一下 行 没问题 是多少啊 先押一万吧 好 在哪儿交 出门走到头左转 谢谢 来吧 莫经理 我敬你一杯 这怎么敢当啊 应该是我敬您才对 我是东家你是掌柜的 锦程的生意全仰仗你了 还是承蒙曹总信 你和我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之间不要这么客气 好 那我把最近的工作给您汇报一下 不必了 你这几个月的报表我都看过了 从报表上来看 你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很专业 很有经验 我原来学的就是企业管理 再说您这么信任我 我也不好意思偷懒 罗经理 我问一下 你在锦程除了父母之外 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 没有 这么说你在锦程没有其他的亲人了 有一个姑 还有一个叔叔 不过都好多年不来往 你看看 这是一个圣子 这才是家父要找的人 是要找一个姓圣的还是要找一个叫什么什么圣的 你认识姓圣的或者叫什么圣的人吗 哎呀这一下还真想不起来 好像没有 可是这个人 是父亲认定要找的人 我没明白 家父好像 并不认定你这个儿子 您的意思是说我 冒名顶替 我当然不希望是这样吧 曹总 曹总 您要非让我拿出什么证据来 我确实拿不出来 你最初见到家父的时候 他胸前挂了一个东西 你记得吗 没有啊 什么东西啊 那是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送给他的一个礼物 没有没有 我还给他洗澡 什么都没有 肯定就是啊 那么就路上丢了 我让什么人给偷走吧 这个不重要 可是我听你说过啊 你是因为家父 才跟你妻子立的婚 你是说 让我前妻来 把这事给证明一下 不必了吧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们之间 将来如何面对啊 不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样吧 我把我前妻电话给您 是这么长时间 我不知道她电话号码换了没有 骆经理 你别多谢啊 其实认不认定不重要 锦城贸易公司 你管理的非常有成效 只是这一阶段 家父的举止上有些反常 我不得不多问几句 让你委屈了 您太客气了 我这个人做事呢 只求问心无愧 我不会想那么多 就算你不是家夫人的儿子 锦城贸易公司总经理这个人选 我是没有选错的 曹总 这样吧 我马上跟我前妻联系 争取让你们尽快见面 不必了 曹总 我特别受不了的就是别人怀疑我 我生平最讨厌的就是不诚实的人 来吧 干杯 来 滕香被打成重伤了 嗯 现在在医院呢 还没醒过来 不是嫂子你怎么知道的 医院的医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这不我刚从医院回来 医生怎么会打电话给你呢 这滕香的手机里有我的电话号码啊 那医生给你打电话你就去啊 当然了 这人命关天的事啊 嫂子 你不是恨他们两口恨得牙根的直痒痒吗 那是另外一回事 罗宇现在不是跟滕香离婚了吗 他跟罗宇在一起头 也出了不少馊主意 滕香就算是有一千个不好 一万个不好 我就念他一个好 他有什么好啊 要不是他给我们作证 我们家的债到现在还还不上呢 好啊 喂 请问您是哪位 我 我找滕香 你谁啊 我是医院的值班护士 滕香女士还在昏迷当中 请问您是 昏迷啊 她怎么了 她今天上午被人积成重伤 现在还没苏醒过来呢 您是她的老公吗 我 我不是 不是 喂 喂 喂 什么人呢这是 什么人呢这是 罗经理 这么晚了 您这是去哪儿啊 我 约了个客户 谈点事儿 今天晚上可能住公司不回来了 你跟曹总说一声 这个罗宇去干什么去了 曹总 罗经理说去谈笔业务 晚上不一定回来了 时间不早了 时间不早了 你也早点休息 我到楼上去看看老爷子 喂 是曹展 等一下 曹总 您的电话 你去吧 喂 是谷会长啊 谷会长 你的耳朵可真灵啊 你怎么知道我到锦城了 你这个商会会长 简直成了客戈伯了 我这锦城的商贸公司 以后还要仰仗着你这位会长多多的关照 别别别 明天这客由我来请 你就跟我不要客气了 好 就这么地 你 我来求你帮忙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你 他们没跟你送花吗 你能停止这种无聊的举动吗 也许你觉得无聊 我可是真心的 你来就是找我说这事的 我遇到难处了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也不用瞒着你 我是冒名顶替罗胜 去锦城贸易公司做的总经理 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 我知道这事不光彩 可是我也没办法 我要是不这么干 到现在我还流落街头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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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